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中国方面在昨天大部分时间曾经一度跌破了3200点关键价格 但是在最后一个小时在中字头的大型蓝筹股的帮助之下 重新回到了3200点之上 最终上海和深圳分别有轻微的上涨 涨幅也仅仅只有0.1% 那么在欧美方面同样在昨天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轻微上扬 因法德三个国家均上涨大约是0.2% 而美国则继续也在刷新高 道琼斯指数目前再次刷新高 那么我们要说一下的是与美国股市连续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却在过去几天之内是天天在创新低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的海外人民币就是离岸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是正式打破了6.9% 那么这个距离6.8%的时间不到10天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从6.8%跌到6.9%的时间用了不到两周就打破了 那么从6.7%到6.8%当时还用了一个月 所以现在的下跌速度是非常之快 那么同样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美联储主席耶伦出来说话 说到现在加息很有可能是在近期 那么这句话说出之后 全世界都认为12月美元有90%以上的可能会加息了 那美元对于其他货币的强度也是创下了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么与此同时这个股市上涨自然而然 黄金作为避险呢 就昨天下跌大约是0.5% 石油呢基本不变 今天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着重就来说一下的是 目前现在这个货币两极化 以及呢现在的这个经济是否呢出现了朝阳 我们看到现在呢不仅仅是欧元或者是人民币 包括了就连之前一直非常坚挺的澳元 也开始了连续的下跌 这个呢是不是和美联储的态度有关呢 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可以说世界上的货币是呈现了两极化的态势 就是一边是美元不停的在上涨 而另一边呢是除了美元之外 几乎所有国家的主要国家的货币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之前跌的猛的 那么现在继续跌 之前像澳元一样是没怎么跌的 现在在补跌跌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那我之前说到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是进行有序的贬值 那么对它的一切如果是在控制之中 那么可以说呢对它的出口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如今现在呢这个贬值速度这么的快 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人民币 境外人民币的汇率从6.8飞速下调 现在是打破了6.9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局面呢 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呢害怕因为这个资产贬值而大量的换取外汇 会造成一个外汇储备的飞速流失 所以说当然了人民币并不是唯一是在下跌的 那么和欧元啊英镑啊日元啊澳元等等相比呢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像欧元现在呢也是几乎是奔着1.05的方向去 很有可能还真的被人家说中 在明年或者后年给美元有可能达到了1.1比1的这个汇率 那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呢 只要这个我们那还是那句话啊 美元的强势呢除了美元自身的加息之外 也离不开其他货币自己的啊 这个不作为或者说他们自己的放纵啊 不断的降息不断的印钱 在一开始的半年内可能没什么印象没什么反应 但是这个啊这个副作用将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越来越明显啊 当然了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 就是美元将会继续走强 但是随着美元急剧的走强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它的这个出口很肯定也是不利的 所以当它真的涨到非常高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又该又该以逆向思维来考虑 这个是题外话 目前来看暂且不提 我们先等到12月份的加息会议 那么第二点呢 说到呢 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呢 资源股上涨 资源价格上涨 看到中国在过去一两个月里面经济数据也不错 开始稳定起来 那有很多人就想 那这个经济是不是开始要恢复了 要开始走好了呢 应该是这么说吧 那中国呢 在2008年的时候 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曾经用4万亿的货币砸下去之后 是成功的躲开了那次金融危机 但是留下的副作用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 而且呢 呈现的局面是愈演愈烈 那如今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下 政府再一次使用杠杆 换句话说就是 不断地增发货币增发贷款 借钱或者是政府性的投入 来拉动经济 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呢 其实我们说的具体一点呢 你可以在表面上 或者说可以在经济数字上面 统计数字上面做得很好看 但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看到 或者说我们在国内有企业 或者是身边有亲戚朋友做企业的 应该知道 现在国内的民营企业 或者具体一点说 国内的民营制造企业 目前是举步艰难 举步艰难 那么今年年初到现在 发了这么多新增的贷款 实际上真正落实到 民营企业制造业上呢 并没有太多 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红利 绝大部分资金 依然是流到了房地产和互联网 以及那些所谓的资金运作 资本运作这些场地 那这些行业呢 从数字上来看的确是可以非常好的带动GDP数字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目前 这个中国比较激情的一个经济模式 实体企业包括实体电 在大批大批的退出市场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那为什么GDP数字或者说经济数字正在好转 但是中小企业目前生存依然是这么难呢 那如果现实是这样 那么目前的上涨是不是建立了一个 在一个健康的基础之上呢 还只是表面数字上的增长 当然了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复杂 而且呢这个话题也非常的沉重 我们在这短短的十分钟之内 不可能跟大家非常细的说到 但是不论是生活在国内 还是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们 当然是希望中国的经济能够重新起步 这样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但是这一轮新催生出来的 这个资源价格上涨 应该说迟早会 或者说现在已经带动了新一轮的物价上涨 那么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 再说一遍 我们是属于金融浪潮里面的小鱼小虾 我们是大海中的一颗沙子 随时有可能被充当炮灰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小心翼翼 走一步看一步 先保存住自己的实力 能够在这一次转变中活下来 之后我们再来寻找一些 有可能的投机机会 接着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那澳洲股市呢 在这一周是来来回回反复了一周 到目前呢 又基本是回到了本周二的价格 那么经过两天的修正 目前基本上呢 在一小时和四小时范围之内 澳洲股市呢 已经出现了短期的上涨 但是现在日线级别呢 依然还没有冲破 所以说现在逐步来说呢 我们依然是呢 以短线保守一些思路做比较好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能够在5350 就是现在价格保持超过两天 那么日线级别图呢 就基本上叫做有效突破 那么之后对于我们之后继续看涨澳洲指数 将会非常有利 那么看一下今天的策略 今天呢 我们激进一些 可以在5365的价格挂单买入 那保守一些的话呢 则要再向上20点 在5385再去挂单进场 至于空单 则不论是激进还是保守 统一设置在5300点 跌破之后 就是挂单自动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 那么澳元呢 在今天 在是跌 在昨天的晚上 跌破了7510之后呢 并没有继续向上 而是呢 继续的向下 那么我们说到7550三天破了之后 澳元就下去 昨天晚上就是第三天 那么这个也掉的也太快了一点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 澳元目前价格已经是0.74了 对比0.75整整已经差了多少 差了150个点 所以说在这么快的下跌之后 这个澳元目前的策略呢 我们只能以顺势看空为主 激进一些的话呢 可以在5365 说错了 激进一些的话呢 如果现在再一次 把0.74跌破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逢低卖出 那么挂单可以挂在0.7390的价格 那或者如果买入价的买入单的话呢 你要选择到0.7470之上 才可以选择挂单买入 再保守一些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7555之上呢 再去考虑进场 那么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呢 应该说是破了 我们之前在两周之前说到 破了1.085 下方主要支撑就是在1.05 中间有350点的支撑的空间 那当时其实说这个话呢 我完全是按照技术图线上来说 我自己呢 还有点不太相信 1.085跌破 难道下面就没有什么可以挡住它 都一路要跌到1.05 350个点 可不是开玩笑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技术上 或者说我们如果假设自己是一台电脑 没有感情的因素 那么我们就应该说 它是朝着1.05的方向走 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澳元也的确 基本上是跌两天 停一天再跌 再停再跌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目前依然是以看空 那么空单呢 今天可以选择考虑挂在1.0612挂单卖出 买入单的话呢 可以选择在1.0720之上再去进场 基本上呢 买入单就是以30分钟 维加斯通道线为准 卖空单呢 则以今天的最低价逢低 破了新低之后再去买出 再来看一下黄金 我们昨天说到黄金价格 目前是维持在这个大约是1208 上面是1234之间 来来回回已经有五天了 依然没有形成任何的趋势 那么我们昨天的挂单 不论是买入单1234 还是空单1208 都没有被触发 因此黄金依然是在 现在的区域上下徘徊 徘徊时间越长 未来呢 它的突破的有效的力度 就会越大 所以整体来说 今天我们对于黄金 依然和昨天完全一样 1234挂单买入 同时在1208挂单卖出 中间不去考虑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到澳洲时间晚上7点30分 对于欧元来说 重大事件就是 这个欧洲央行主席 德吉拉将会发表讲话 再往晚上看 晚上12点30分 加拿大就是家园 他们会发布核心的通胀数据 那么核心通胀呢 对于家园未来要不要加息 也是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好 所以说今天晚上欧元和家园 必将会比较波动 投资者呢 要注意谨慎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一再见 我们下周一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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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